之前这个女选手 她的姓是奥维泽 现在呢 应该是已经结婚了 所以现在的姓是她丈夫的姓 过番没有跟上 还是打得很勉强 结果这个球触见很多 球队两个人在第一局他们的防守的质量都不太高 21比13 徐晨和马进先胜了第一局 今天五场球的顺序是 先打混合双打 然后是男子单打 中国队今天派出的依然是林丹 第三场比赛是男子双打 然后是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 还有她是女子的 我后天都的关系 他太多了 因为是男的那一系 冰的迷工的突然进行 然后是男的往上抽 五号场地 将进行的是 第四级联组 FREDIJI FREDIJI 第一局比赛当中的一些回放 我感觉第一局比赛 德国队的两名选手 弗修斯和米奇尔斯 他们还是对 感觉很多球都坏 有点慢板牌 对 他们其实第一局打的 我感觉战术上面还是有一些乱 特别是在像徐晨和马静 他们为什么好几个球 就像你说的 这种反手反击之后的成功率 反而会比较高 像德国队这个男孩 他很喜欢往前冲 他抢我 但是抢完了之后 他们两个站位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造成下一盘 只要一起球徐晨一进攻 他们马上就丢分 嗯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事务也比较多 你上班还是自己的丢分也有些多 首先可能从信心上可能就会有些不足 本身中国队这种实力就比他们强 再加上又是主场 然后打的时候 如果说自己这种战术运用上又不是特别顺的话 也造成他们一定的这种心理压力 又是在往前 米歇尔斯推底线失误 他可能缺乏准备 就没想到在他再往前的情况下 马进仍然敢放往 3比0 场上这两队选手 中国队运动员其实还年轻一点 而且他们配合的时间也并不是特别长 但是技术发挥 今天比德国队要好得多 接发球15 徐晨是27岁84年 马进仍23岁1988年出生 德国的两名选手 男选手是1982年出生 女选手是1984年出生 女选手是1984年出生 通过调两个往前 对方起球 徐晨这个对角线的平方球运用的比较成功 打乱了对方的节奏 这几个多坏中徐晨和马进两个人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耐心的 不像德国队总是想着 我这一排没打死 我下一排可能就觉得好像没底了 或者是已经乱了 强攻打对角 这个男运动员胡秀斯在杀球的时候 比较喜欢攻对角线 攻对方的女孩子 马进能应该注意他的这个进攻的习惯 对防队角线多一些准备 球的质量不高 军球的最后一个换网 正好送到马进的手上 马进也是看准了一个空档 这局到现在 德国队还没有得分 得了一分 1比6 德国队在过去几年苏丁曼杯的时候 他们都是第二级别的队伍 没有打胜过第一级别 当时是每个级别都是八支球队 但是在今年的欧洲混合团体赛 团体锦标赛里边 他们获得了亚军 决赛1比3输给了丹麦 出《大队伯》 这波队还不错 然后反击 这个拍数非常多 哇 徐晨防得漂亮 但是对方女队员还是跟进很快 这个双打比赛的多拍是一个看点 你拍数打多了之后始终不死球 观众就会觉得情绪非常高 而且在多拍中他是快速的多拍 所以看着会比较激烈 然后会比较过瘾一些 但是其实从这个场上还是可以看出 德国队还是这个男选手 他的连续进攻能力还是有欠学 对 中国队的威胁不够 他进攻没有什么绝对的实力 他控制球还可以 就是在他能够得到的范围之内 他手上可以 但是因为他个子有限 所以我们如果把他调动开了 就是让他一直是在位置不太好的情况下去打的话 他这个出球的质量就会下降很多 他的步法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可能在跟别的选手打的时候 他还会有一些优势 他手上去控制球 然后利用这个控球的质量去限制对方 但是因为中国队的实力比较强 个人能力又比较强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就会像场上这种画面一样 就会显得比较吃力一些 这球我们能看一下 压线 就是欧洲选手有的时候经常出这样的球 就你看着挺别扭的 但是他特别怪的打过来 对 而且动作也很怪异 让人家想不到 有些非常规矩的击球方式 这个跟他们训练可能有关系 训练不像中国这个系统 然后相对来说他们的随意性会强一些